屋面的這個屋頂的部分 剛剛局長看到的 這是上次也跟局長報告 他整個的一個組產的一個系統 其實當初局長特別指示這個屋面的一個重要性 所以我們請廠商在途中期一定要確認 跟圖縮的部分 每一層的一個狀態 這好幾層 我們要確認每一層的做的 包括 這次梅雨跟上次大雷雨有沒有狀況 目前就沒有這個狀況 因為它事實上有好幾層 所以當初在做的時候 為了確保這個 不要去漏掉任何一層或哪一個細節 包括屋面要施做這個安全欄杆的部分 它也用夾去 它不用去鎖 所以我們都包括 連安全防護的一些措施的部分 我們都把它考慮進去 那未來的部分 當然以後的 以後尾管的那個 剛剛報告的那個扣件的一個特徵 這個就直接鎖在這個上面 相關車的扣件 直接抓 所以完全 不會拆嗎 還是以後 這個我們臨時的 我們會拆掉 但是正式的一個 鋼索的 就是 會留著 會留著 但是最主要的是 它這個扣件就不會再去 螺栓就不會再去鑽 水就不會進去 水就不會進去 這個是大概這套系統 它比較對屋面比較特別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當初在做也是很小心 如果我們家的屋頂如果以後要處理 我覺得這套設計蠻好的 除了一層鋼盤 防水坎 然後到這一層 很多層 包括隔熱的部分 設計單位這邊都有考慮到 剛剛這個是那麼絕 剛剛它蠻斜的 所以水不會停留 剛剛看到這個弧度 其實這個水 停留率是幾乎不會 那不會停留水 基本上漏水的機率 應該比較敢保證 哈哈哈哈 我當然要這麼快出力 好 請教一個問題 那個板子是故意讓它有一點 實踐主持人 這個是故意讓它有一點不順的嗎 很多板子喔 那是一塊一塊 以後上面會不會放燈光 所以晚上的座 其他碰到什麼意思 就是它每一個就像一個燈座一樣 哦 你說這個上面會有燈 對對對 所以以後每一個 我剛剛講的是這一個 就想說那個平面 就是整個面感 其實它是平的 這是光線的作用 光線的板子 那是平的啦 抱歉 那這幾個燈以後會打開嗎 在晚上的某些時候 平常是沒有 這上面是有 平常是有 好 那您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台上面會有這麼多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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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